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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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符翼 水波 云纹等等 从明朝开始 龙开始占据了藻井的中央部位 到了清朝 龙的这个元素造的越来越大 越来越金碧辉煌 我觉得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我们可以从技术方面来理解 就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啊 技术越来越成熟 使得藻井能够造的越来越大 而占据它中青的龙的这个构建 也就随之造的越来越大 第二个就是明清时期 是我们中国古代啊 中央集权不断攀升向顶峰的时期 到了清朝中期的时候 中央集权是就到达了一个巅峰了嘛 恰恰在这个时候 故宫经历了大修 在嘉庆时期啊 奠定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 这段时间恰恰是康庸前盛世 而这个藻井呢 也就变得愈加的富丽堂皇 而这个龙 我们仔细看到了龙头 所对的地位 往往是这个宫殿里面的正座 不仅是藻井的核心 也是只是这个建筑物核心的一个所在 我们以宫殿为例 宫殿的大殿正座端座的是谁 肯定是皇帝嘛 盘隆的嘴正对着皇帝的头顶 就象征着一种真隆天子 戴天慕名的这么一种气势 我们要知道 每一个藻井它都不是标准构建 世界上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藻井 我们仔细观察万春亭和千秋亭的这个藻井 它们看起来非常相似 但是图案的细节和龙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藻井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一条龙都是这个世间唯一的存在 大家如果有兴趣 有机会的话 去故宫游览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在御花园里仔细柱竹 观赏一下万春亭千秋亭的两个藻井